大家好,民主这个概念,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上,都在持续不断的被讨论着 但是我发现,不管是支持民主的一方,还是反对民主的一方,都最喜欢拿美国来说事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情况 因为你讨论民主,肯定要拿民主国家和不民主国家进行对比 而美国虽然不能说它和民主没关系 但是它在两个方向上是都不突出的 我们讨论美国多只是因为美国强,或者大家更关心美国 那么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就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不民主 当然我要强调一下,民主这个概念还是太大了 比如说我们讲有什么大民主小民主 每个人都对民主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所以我在这里只讨论狭义的西式选举民主 而且我这一期不讨论这种选举民主本身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只讨论哪些是被公认为比较典型的选举民主的代表国家 因为选举民主制到底好不好 这个事跟你自己的立场和主观判断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 但是美国并不是最典型的或者说选举民主制度很完善的国家 这个是事实问题 事实问题是每个人都需要了解或者说承认的 首先成功的选举制度的判断标准比较常见的有这几条 首先政府首脑是否是由选举产生的 就比如传统上封建的绝对君主制 大家都知道是不民主的 其次就是公民是否可以自由组织政党 并且不受国家机器的干预 那么这方面一个例子就是美国共产党 长期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制 比如麦卡锡主义 基本上是美国版本的大清洗 那这显然是不民主的 第二条公民自由 就是是否言论自由 是否司法独立 这方面的反例 我觉得就是加泰罗尼尔独立运动 西班牙政府当局根本不允许 加泰罗尼尔的独立公投 并且对于相关的言论也是重拳出击 那么这也是不够民主的 当然有人会说 美国共产党要搞破坏 加泰罗尼尔要独立 这换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同意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产生这样极端反对当局的思想呢 这不就恰恰说明了你 当局治理的失败吗 哪里有压迫 哪里才有反抗 如果你能很好的通过协商和改革来解决问题 谁愿意当极端分子呢 更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加坡 我们都称作李家婆 一个网民批评了已故的李光耀都能被关押 而李光耀在统治期间 更是对反对派出重拳 左翼运动长期处于非法状态 大批人被关押或者被迫流亡 新加坡的反对派基本都不得不准了 第三点就是政府运作 是否会受到一些组织或者政治腐败的影响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乌克兰 我后面会详细讲 一个巧克力大王 一个天然气女王 这能搞出来什么民主 第四点就是政治参与 也就是选民是否能表达意见 以及愿意表达意见 这方面的例子就是美国 美国2020年的投票率 67% 创下了120年以来的新高 而挪威的议会选举 投票率有76% 瑞典的投票率更是高达84% 最后一点则是政治文化 也就是说大部分公民 会不会希望有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能够不管这些议会和选举 来领导国家 那么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当然是拿破仑三世 在法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 大家都怀念当年拿皇领导的日子 于是他们就通过民主选举 把拿破仑的侄子选为了总统 然后这位总统顺应民意 复辟了君主制 变成了皇帝 那么这种民主显然是滑稽可笑的 在一个大家都不支持民主的国家 实行了民主制度 那么结果就是大家选出来了一位皇帝 所以说经过以上分析 虽然经济学人给出的具体数字和排名 肯定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但是他给出的这五项标准 大体上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那我们来看他对每个国家的打分 其中有九个国家获得了九分以上的高分 那么后面我还把一些 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家的数据给挑了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恰好挨着 而且排名都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我参考了这个排名 结合了一些我自己的主观判断 把一部分国家的民主程度分为了四党 那么第一党就是基本上都公认非常民主的国家 典型的就是挪威瑞典冰岛丹麦瑞士 那么第二党就是看起来好像比较民主 但是明显有非常大缺陷的民主国家 代表就是日本、英国、法国、西班牙、韩国、美国、比利时 第三党则是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民主选举 但是实际上基本上不太民主的国家 比如印度、阿根廷、巴西、新加坡、乌克兰 而最后一党就是大家都知道 一点都不民主的国家了 比如说绝对君主制的国家 例如沙特 可以说除了石油完全就是1000年以前的版本 还有就是非洲的很多军阀统治的国家 军队的首领有了武力就可以为所欲为 基本上就是破产版的朴正熙或者皮诺切特 那么最后这一类其实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大家直接看历史课本就行了 所以我直接从第三类 也就是新加坡和乌克兰这沃龙凤竹说起 新加坡自从独立以来 基本上全部处于李光耀和李显龙这对父子的统治之下 虽然他们装模作样搞了一个人民行动党 以及搞了一个大选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人能反对他们 反对党基本上没法进行正常的公开宣传 始终受到李家的打压和威胁 所以一直不断的有很多反对派只能选择润了 而且最搞笑的是 在新加坡投票竟然是强制性的 也就是说只要你不投 你以后就都别投了 而且除非你确定是人不在国内或者生病 那么不投票就要缴纳罚款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新加坡才有着95%的超高投票率 所以说左手打压反对党 右手强制投票 营造出来全国人民都支持李家父子的假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最低分就是第三项 也就是人民的政治参与 表面上能投 其实完全不能投 另一条比较低的就是选举过程与多样性 永远都是人民行动党你一个人说的算 然后就是乌克兰 在泽连斯基之前 基本上一直是波罗申科这个巧克力大王 跟寂寞申科这个天然去女王这俩人比 处于一种寡头政治的状态 所有的宣传机构包括电视台媒体都在这些寡头的手里 普通人的反对意见 电视台根本不给报道 寂寞申科甚至因为滥用职权进了监狱七年 出来之后还能参加总统选举 很多细节可以参考人民公仆这部电视剧 乌克兰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些投票和选举上的问题 而是寡头政治导致高度的腐败 以及政府方向完全受到寡头的控制 所以说乌克兰竟然有一项2.71分 也就是政府运作的方式 基本上完全由寡头主导 可以看到其他国家最低的也有5分 那么介绍过两个第三党的例子之后 来说一下好一点的第二党 或者叫部分民主 也就是美国 美国因为我们大家了解的最多 所以说知道的问题其实也最多 首先最明显能看见的 就是因为美国的两党制 导致你不管怎么投票数都是在50%左右 比如我们看上下议院 多数党222 少数党212 我不知道你这个多少到底有多大区别 所以说不管怎么大选 永远都是51%的美国人 赢了49%的美国人 那我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可自豪的 难道美国不管怎么样都只能是一半人的美国吗 另一半人就不配当美国人 而且另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州根本不用投 比如说加州永远投蓝 德州永远投红 这连美国的三岁小孩都知道 所以说真正起到作用的完全就是几个非常少的摇摆州 那些深红或者深蓝州 两党都不会去管 反而是那些摇摆州活出了统战价值 两党都要努力去拉动 所以说第二点就是二选一实际上是没得选的 我在之前的极简美国政治里面也讲过 美国人投拜登根本不是因为喜欢拜登 而是实在太讨厌特朗普了 有人说在之前的党内投票阶段 不是明明有很多人参选吗 但是问题就在于虽然参选的人数有很多 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 只有拜登才有机会赢特朗普 所以很多人即使他支持的是桑德斯 因为他太讨厌特朗普了 所以说他只能把票投给他没那么讨厌的拜登 而不是投给他其实更喜欢的桑德斯 那么这同时带来的后果就是美国的投票率非常低 长期维持在60% 因为总共就那两个人 我两个人都不喜欢 我为什么要去投票呢 而2020年投票率高的唯一原因 就是很多人实在是太讨厌特朗普了 被整得受不了了 所以必须捏着鼻子去投拜登 所以这种选举真的就是搞笑的 那么第四点就是美国的政治文化得分只有6.25的原因 就是很多美国人根本听不得其他的意见 思维已经完全固化了 比如说美国极端的反共 在普通美国人看来 桑德斯都属于康米了 而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 连拜登都算康米了 第五点则是政治现金 以及其带来的权力腐败问题 这些东西也有非常多的新闻了 我相信大家也看得多了 所以说这导致美国在政府运作方面只有6.43分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的总统权力实在是太大了 欧洲国家的首相 如果你乱来 那么议会马上的支持率就会发生变化 然后你就得下台 而美国总统他只要赢得了大选 基本上接下来四年就能胡作非为 虽然理论上来说国会可以弹劾总统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用过 三权分立总的来说并不很成功 总统明显太强 最高法院明显太弱 根本不能形成有效的制衡 再来看看日本 我们发现日本其他四项分数都还可以 但是在第三项也就是政治参与上得分很低 这就是因为我之前讲过日本的自民党是长期执政的 已经几乎变成了一党制 而自民党内部也是有八大派伐 一方面是世家大族 另一方面也导致党内扯皮 那么第三点就是日本的政治本质上来说 它还是由美国主导的 虽然你在内政和细节方面是有自主权的 但是在大的方向上还是必须要跟随美国 所以说其实是因为美国主导才导致日本的左右翼力量如此的不平衡 右翼远远压倒左翼 因为左翼都被美国人给吐吐了 包括自民党听名字应该是一个社会自由主义的政党 但是实际上却是正经的右翼 既不自由也不民主 所以说日本的投票率竟然低到了40% 这就是因为不管你投不投 反正大家都知道是自民党能赢 而你要是真去投了 万一不小心投出来一个共产党 那估计就该跟美国打仗了 还不如现在这样的 所以说大家都摆烂 我要是日本人我也不投 还有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就是比利时 比利时北部说荷兰语的弗拉盲人 和南部说法语的瓦龙人 简直就是水火不容 比利时有七个议会 而且互相之间还没有上下级 很多强制力的法案需要议会三分之二通过 但是荷兰语跟法语党派各占一半 谁也不服谁 那就永远超过不了三分之二 所以说弗拉盲人搞极右 那瓦龙人就搞马克思主义 搞极左 其实并不是真的信马克思 而是就是为了跟你对着干 所以说比利时在2010年 曾经创下了世界纪录的 541天 无政府状态 没有任何一个党派 能够联合成为大多数而阻隔 直到现在比利时也整天搞这种东西 作为一个这么发达的西欧国家 搞出这么逆天的政治 真的是全世界都独一份了 那么最后举一个来自第一党的正面例子吧 因为说实话 给人挑错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说他怎么好 其实是比较难的 我看来看去 只有瑞士的投票确实很有特色 有的讲 那就是瑞士大事小事都非常喜欢公投 动不动就搞全民公投 比如说税收要多要少 环保要不要搞 还有新冠到底是应该 爱封城还是应该摆烂 全都是全民投票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 很多四年才选举一次的国家 投票率都只有五六十甚至四十 而瑞士每年都有公投 竟然有多达二十到三十的人 会每一次都去 只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的人 从不参加公投 瑞士议会中的党派也比较均衡 左翼的社会民主党 右翼的人民党 还有搞环保的绿党都有 而瑞士的最高机关 瑞士联邦委员会 则是由七名委员构成 虽然他们七个人里面 会选出来一个人称为总统 但是实际上和另外六位 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瑞士国会内 竟然有百分之四十二的女性 这是完全建立在自然正常的情况下 大家选出来的 而不是通过某些政策强行规定 对女性有优待 或是必须有多少比例 所以说从很多角度来看 瑞士的这种民主 都是非常健康的 包括我们也知道 瑞士曾经有政策 要不要给全民发钱 结果公投竟然被否决了 就是因为瑞士人 已经比较习惯了 从国家整体的利益上去思考 所以说发钱会导致国库的空虚 那么大家就都知道应该理智的思考问题 那么最后我自己大概总结一下 有哪些影响民主程度的因素 首先我之前介绍过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 所以总的来看比例代表制 通常比选区制要更加民主 那么同时议会制通常也比总统制要更加民主 因为总统的权力实在是太大了 第二个看 看这个获胜者 到底是只来自于富人群体 还是说也有很多出自平民的 比如说独联体区域 不管是财富还是媒体 都掌握在寡头手里 那么总统要么是寡头本身 要么也得是受到寡头支持的人 在比如美国投票结果 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决定的 所以说你有多少钱去进行宣传 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所以说历届美国总统普遍都出自比较富裕的阶层 那么第三点就是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程度了 如果群众知道我手中的选票 真正能改变很多事情 那么大家自然会去热情的参与 而像日本 新加坡 美国 很多人心里清楚 你的投票其实没什么大用 所以说投不投也就没区别 爱咋咋吧 那么第四点就是能正常的维持党派更替 不要一个党一直执政 也不要换个党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乱套了 比如说智地阿联德上台之后 直接被军政府皮诺切特给推翻了 就是因为左派能在选举中获胜 但是却并不能完全控制国家机器 比如说军队 只要军队不服 你就啥也干不了 甚至被推翻 那么第五点就是有竞争力的党派或者个人 数量我觉得应该维持在四到八之间 是比较好的 因为太少的话就像美国那样 只有两个人给你选 而如果太多的话票太分散 那也不利于国家去构建共识和凝聚率 我认为最大党的支持率 介于30%到60%之间 可能是比较健康的范围 如果有90%以上的支持率 说明你这个选举肯定有问题 而如果最大党的支持率只有20% 那你整个国家就是一盘散沙 根本没有能说话的 也是不行的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 不管你支持还是反对这种选举制的民主 都要讲基本的事实和逻辑 就像很多人声称自己喜欢民主 但是最喜欢的国家却是美国或者新加坡 如果你喜欢美国的话 还不如就承认你喜欢的是强权 而你喜欢的是新加坡的话 那你喜欢的其实就是那就是钱 以及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 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任何事情 首先都要有足够的了解 最后由于这一期涉及的国家实在是太多 所以我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了解的非常充分 论述也比较简略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纠正我的错误 或是进行一些补充 好的 谢谢大家